您好 欢迎收看今天北美地方新闻 我是刘云秀 新闻头条等来关心 很多年轻学子在毕业之前 想要提前准备进入职场 不过面对激烈的竞争 该怎么表现最好的一面呢 这个周末在南加州 蒙特利公园试图书馆 这有一场面试技巧座谈会 邀请有需要的观众朋友来参加 毕业季即将到来 为了帮助社会新鲜人 在竞争激烈的就业市场 取得适合的工作 南加州华裔家长教师协会 与蒙特利公园市图书馆 每周同园会洗手合作 举办面试技巧讲座 4月2号这周日下午2点开始 邀请到具有13年 人力资源经验的讲师 从履历内容 如何准备面试 事后跟进注意事项等等 做深入浅出的分享 欢迎参加 讲座当中要涉及到 这一节目的题目 第一个就是如何准备你的简历 第二个是如何为面试官 创造一个最佳的第一印象 第三个就是 怎么样能够更好的 来展现你自己 在面试过程当中 你自己的优势和特长 怎么样能够充分的体现出来 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这个面试过程当中 你的这个着装 你的这个服饰 你的这个仪表 要注意哪些方面 那最后一个呢就是 在面试之后 如何进行后续的跟进的工作 那整个的呢 对我们求职的或者是入学的 申请奖学金的 学生和家长来讲呢 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来学习 4月2号这周日 下午2点开始的面试技巧讲座 地点位于南加州 蒙特利公园市图书馆 当天除了专题演讲 还将有模拟面试 参加的学子们请攜带履历 把握机会 增加求职的知识与技巧 除此之外 协会还有亲子关系 如何申请奖学金讲座 以及真文比赛 筹款音乐会等各种活动 帮助华裔家长与学生们 能够适应美国的教育体系 促进族群和谐 迈向成功 中天频道采访报道